進步陳生 另外一位不用出鞋子的 麥克雞 Holy Shits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的獲得是麥克斯 麥克斯呢是有大家推薦的 能夠不出鞋子的英雄 首先呢這一場我們對線的是費淚 一般來說呢如果我們對上是其他位英雄 我們是可以積極的搶二等的 只不過呢如果費淚會玩的話 比較難搞 首先呢費淚會回血我們不會 再來呢費淚的二技能剛好克制我們的二技能 我們的二技能呢如果跟費淚二技能撞傷的話 是會被中斷的 所以這點比較吃虧 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玩的是麥克斯不出鞋子流 注意到我們出裝呢是真的沒有鞋子 而這套出裝呢也是來自於觀眾的 這個出裝的思路呢是觀眾告訴我 我們可以不出鞋子 只不過呢也是由我們自己來搭配的 基本上呢我覺得惡魔微笑是挺需要的 惡魔微笑搭配我們大招呢非常的OP 這邊前期呢盡量的撐團 隊友打架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跟上 絕對不要浪費我們的輸出 還有我們的斬殺 麥克斯前期打架呢也算強 尤其是小型團戰 首先呢我們二技能 他是可以兩段式的位移跟空場 可以盯著敵方英雄 同時呢 二技能還幫我們自身附帶護盾 傷害百分比減免 再來我們的一技能 或者我們普攻命中敵方呢 會造成持續的增傷 燃燒效果 搭配斬殺 前期打架呢也算真的挺長的 搭配隊友的 不管我們是誰 你看看呢甲蟲也好 拉茲也好 幾乎可以穩定的擊殺 我們可以提供穩定的控制還有傷害 消耗之外呢還有斬殺的效果 再來我們可以看我們的備戰 自男自路呢 挺搭配麥克斯的技能組 可以持續的燃燒 奧義的部分呢中間可以是精靈了 也可以是刺殺 建議帶精神 猛攻也可以 精神的話呢更多的生命值 可以讓我們撐更久喔 一直黏著敵方 持續的燃燒 裝備的部分呢 惡魔微笑為主著 之後呢我們會建議拉出鋼槍 或者出炎甲 如果敵方很脆皮的話呢 那就只剩鋼槍 只不過呢如果敵方是戰士 或者有一定的厚度呢 建議出炎魔戰甲 炎魔戰甲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單挑換血換贏 這挺重要的 這場更好是 敵方是緋淚喔 我們如我們所說的 緋淚的二技能 克制我們的二技能 如果啊是弗洛倫 或者其他更脆皮的一些 凱撒路英雄 麥克斯呢其實很好克制他們 上四等前呢 我們可以用一技能來清兵 不過呢上四次之後 我們就要貴一點喔 畢竟呢我們大招無法用來單挑 是用來支援為主 這邊呢看到我們裝的是敵方的令月 基本上這一場呢 我們都會以裝令月為主了 喔 等我們裝備起來之後呢 裝令月會非常OP喔 這邊我們差一點點就可以回城成功 結果被這個 星葵攔截下來 可惜了點 這裡注意到呢 打架已經打起來了 最後呢被我們拿到一個頭 這邊也算是三打一 麥克斯呢挺容易拿人頭的 靠地方沒選人呢 回城的時候我們開個大招 如果你有買惡魔微笑呢 說不定大招就可以殺死他了 麥克斯呢應該是我們頻道 比較少出現的英雄 也比較少玩 但玩過之後呢才發現他也呢 這麼有趣 這麼好玩 他玩起來呢是真的有爽快感跟成就感 首先呢光是我們一技能殺人 連防禦塔都可以燒 那是真傷 殺到人呢非常的舒服喔 還會觸發惡魔的微笑 再來呢我們大招裝人 特別爽喔 尤其是呢裝掉殘血的英雄 後期呢等我們裝備起來 尤其是買出王者劍 可以直接去裝敵方的令月 就算是滿血呢 都可以直接裝死喔 只不過呢要注意的是 如果敵方買出凝霜寶珠 尤其是在後期 後期法師如果會玩呢 通常會買寶珠 寶珠的話呢就十分克制麥克斯 有時候如果我們衝進去敵方 然後尤其是衝得很深 敵方在開寶珠呢 我們就真的是只能夠等敵方的寶珠結束 這點呢是比較吃虧 如果敵方法師真的有寶珠的話呢 我們一直是等他開個寶珠 不然就呢去改裝敵方的射手跟打野 這場打下來呢我們是2-1-2 這場的目標呢是MVP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像星葵喔 跟他單挑的話呢沒什麼優勢喔 以現在來說 晚點的話呢可以直接撞他 如果他血量只要不滿呢 我們都能夠打贏 滿血滿技能組的話呢 只要小心一點 我們該清完兵回家 可以用大招來趕路 冷卻時間也挺重要的 所以我們回出鋼槍 我們這裡來跟他單挑 因為大招可以招四眼呢 所以我確定他附近沒有其他人 我們嘗試呢拚一拚斬殺傷害 他目前剩兩千歲 一技能 普攻斬殺 結果呢算錯了唷 斬殺傷害比想像中的更低一點 本來覺得呢他剩兩格 普攻一技能斬殺應該是夠的 注意到小地圖呢 其他人都沒過來 那我們是撈單的 我們還可以再清一波兵 這樣子就有賺到了 還可以甚至吃個古龍 讓我們小兵來推防禦塔 有推掉塔呢有賺 這樣子呢我們吃完這個古龍 待會回家補個血呢 又可以用大招再飛出來 麥克斯呢能夠用大招一直飛 一直的飛 真的特別爽快 除了麥克斯以外呢 我們還有 準備了另外一隻 大家推薦 可以不出鞋子的英雄 不是芽芽了 芽芽不出鞋子呢 我們已經派過了 納克羅斯呢是王者的大閃玩法 也已經派過 這部斯麥克斯 除了他之外呢 我們還要準備一隻 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趣的玩法喔 出裝喔 反正呢不是常規大家會出 但是呢卻可以玩的黑科技 歡迎給我們推薦 我們也可以修飾一死 相當期待你的推薦 OK 這邊打算呢 遊戲時間漸漸的進入中期 快要到中期 來拆塔 分推呢也是麥克斯的一大強項 看這塔呢已經差不多了 這裡呢我有點貪心喔 拆了塔之後呢就該走了 已經拖了太多時間 我們還想要單殺敵方的馬洛斯 主要是呢 馬洛斯跳起我們勝負欲喔 我們的二技能呢 是可以刻馬洛斯的八大斬的 拖太久了 復活之後呢大戰友可以再飛出來 目標就是另一個 我們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了 結果呢臨死之前呢還帶走另外兩隻 帶走敵方三位英雄 還可以再帶一個正塔 那簡直是 轉爛喔 超級算 如果喔 敵方正確做法呢應該是離開才對喔 老蛋 而另一個呢竟然往他隊友那邊跑 剛好讓我們一次炸到多個英雄 麥克斯的一技能範圍呢 比紫士氣看起來更大一點 可以命中很多英雄 這邊我們是打算活下來的 還被靈靈炸了兩下 最後被敵方另約帶走了 復活之後呢我們大招又要轉好了 一樣呢我們的目標沒變 相當的專意 還是另約 這邊另約他感覺要拜拜囉 撞下去 一技能普攻帶走 這二技能滑出來 開的二技能呢我們也有一個 傷害百分比減免的護盾 會讓我們變成很硬 除此之外呢 一技能轉到敵方多個目標 也會增加跑速 所以多呢可以疊三層 也可以跑得挺快 就算沒鞋子 而且呢就算沒鞋子的話 我們也可以靠二技能來追人 畢竟我們二技能可以使用兩次 像這樣子 敵方是很難跑的唷 最後呢我們買出了王者劍 這邊呢我們裝備已經很豪華 再買個復活甲呢就畢業囉 大招轉好 一樣呢 另約 相當的專意 只要穩定的把他收掉呢 這邊他運氣比較好唷 剩一小格血 最後呢是一換一換掉 不過呢那也划算 另約呢是敵方主要可以清兵的英雄 把另約做掉之後呢他就無法清兵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的推進防禦他囉 這邊呢看到遊戲應該是要結束啦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麥克斯 不穿鞋子的實戰解說 當然呢我們也不知道 隨便推薦都會玩 麥克斯呢是我個人認為 還不錯的選擇 畢竟首先呢 我們用不到那額外的鞋子的跑速 一技能跑得挺快 二技能還會自動追人 再來呢麥克斯大招是用廢的 怎麼需要鞋子 要也是一雙翅膀 那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喜歡影片沒忘記點個讚 可以考慮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